無數次的揮拍 搭配靈活的一味步伐 他是台灣的羽球男單王子 王子維 為了在雅加達殺出成為 他在打法上加入了不同元素 像我今天訓練的時候 就有做一些改變 因為他們可能覺得我的拉調比較 沒有那麼優秀 對啊 所以我今天就是有 多做一些拉調的訓練 然後基本上還是要配合 我主要的打法吧 就是再帶入一些拉調進去而已 拉調作為新武器 其實王子維自我要求相當高 只是來到雅運年 今年狀態調整得不盡理想 他只能寄望在雅加達能 角出亮眼成績單 今年我覺得還沒有很滿意 因為像一般的公開賽亞軍賽 我都還沒有到八強或是四強 所以我希望後面的比賽 可以再突破 至於男子雙打組合 李楊李哲輝 衝刺雅運年打法上也有所調整 以往李哲輝太過拼球 場上狀態起步較大 不過現在打得更聰明 讓這一對雙李配搭檔起來 不論在輪轉 銜接 進攻上 進步幅度有目共振 我覺得打起來更好吧 因為他以前太多拼球的話 我們會有點大起大落 就是事好事外 拼球的話就是50% 要嘛就進好球 要嘛就是掛網似乎一分 那現在這樣打法其實 因為我原本就比較穩定 我不會特別去亂似乎一些球 那這樣我們可以製造更多的進攻機會 然後進行輪轉進攻然後銜接 我覺得這是對我們來講 更好的一個改變 就這樣把每一場的球打好就好 那樣不要打起大落就好 國小到高中都念同一所學校 李扬里哲輝這一對學長學弟組合 默契不在話下 希望能在雅加達 打出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表現 這一次我們請來請就來 我們也請從小的重量 你們可以挑戰 是不是 我們可以切척 來一起去掉 然後我們一起去掉 我們一起去掉